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你有没有想过,当AI开始深度介入银行投资与风控系统 谁来决定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公平 最近新加坡金管局MARS 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签署合作伙伴协议 正式在金融业、人工智能AI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这看似一份监管文件 实际上却是一次全球金融科技权力格局的重构 因为新加坡与英国的合作 不只是共享技术或监管经验 更是在共同定义未来 AI如何在全球金融系统中被信任、被使用、被监管 可以说这次合作是新加坡从数字金融先锋 迈向全球AI金融规则制定者的关键一步 那么问题来了 这场合作到底能释放出怎样的潜力 它能否改变全球金融体系的游戏规则 我们接着往下看 新加坡与英国一个是亚洲金融创新之都 一个是欧洲金融监管的标杆 两国的合作其实是一次监管逻辑与创新生态的融合 英国拥有成熟的监管体系 丰富的AI应用经验 而新加坡则在区域金融科技生态上 具备强大的集成能力和国际连接度 通过此次合作 双方将共同研究AI算法在信贷、投资、反洗钱等领域的应用 并建立联合测试机制与标准共享平台 这意味着新加坡可以直接参与 全球AI金融监管标准的讨论与制定 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共创者 更重要的是这种监管合作的国际互认 也为新加坡的金融企业 AI公司提供了进入欧美市场的通行证 换句话说 新加坡正从资本枢纽向算法枢纽进化 未来掌握算法标准 就等于掌握金融创新的话语权 AI能否被信任 这是金融业面临的最大难题 金管局近年来不断推进 负责任AI Responsible AI框架 要求AI模型必须具备可解释性、透明性和公平性 这次与FCA的合作将让新加坡能够与英国共同验证 这些标准在实际金融场景中的可行性 例如 AI如何在信贷审批中避免偏见 在投资顾问中防止过度依赖 在反洗钱系统中保障隐私 这些测试结果不仅会影响两国的监管政策 也可能成为未来国际金融AI的通用语言 而新加坡的监管杀核制度 Regulatory Sandbox 也将在此合作中进一步扩展 让更多AI创新能在可控风险下进行试验 可以说新加坡与英国正在打造一个可审计 可追踪可信任的AI金融生态样板 为全球金融AI治理提供可复制的范本 除了监管层面的意义 这项合作对新加坡的AI金融产业来说 是一次巨大的市场机遇 通过金管局旗下的PathFin AI平台 与英国的AI Spotlight平台的互联 本地AI企业将能无缝接入欧洲金融体系 这意味着新加坡的AI风控公司 数据安全初创企业甚至算法服务商 都能更容易获得国际合作与融资机会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将成为亚洲 AI金融技术与标准的出口中心 不仅输出技术更输出监管信任 这种监管加技术的双输出模式 是新加坡在数字经济中的核心竞争力 对本地企业而言 这不只是商业机会 更是进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信誉通道 未来几年我们或许会看到 越来越多新加坡AI企业在伦敦 法兰克福甚至纽约落地 AI金融的普及也意味着监管难度陡增 此次合作中双方特别提到 要开展联合监管试验 Joint Regulatory Trials 共同探索AI在监管科技 RegTech与AI治理 AI Governance Tech中的实际应用 这相当于让AI监管AI 用技术手段监控算法偏差识别模型风险 并提升合规效率 新加坡长期以来在RegTech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创新基础 这次与英国的联手 将进一步巩固它作为 全球AI监管测试中心的地位 这也让新加坡在全球AI竞争中 拥有一个独特的优势 它不只是创新最快的国家 更是最可信的国家 总结来看 新加坡金管局与英国FCA的合作 不仅仅是一份文件签署 而是一场关于AI时代金融 信任体系重塑的战略布局 这项合作让新加坡站在了全球 AI金融标准化进程的核心位置 既能推动本地金融业数字化升级 又能输出国际监管标准 不论是新加坡的科技观察 还是英国的战略智慧 这次合作正在悄然改变全球的金融科技生态 问题是您是否准备好迎接 这场AI时代的全新变革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对AI金融的更多动态感兴趣 千万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